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做个 B Segment 的手段盘点 我们其实之前也做过这个影片的 但是这一年来这些 B Segment 有些有升级啦 然后有些推出改款的 所以呢我们就重新做一起来跟大家分析一下 每一款 B Segment 的特点 首先第一款要讲到的就是 Nissan Almera 这一款则是目前马来西亚的 B Segment 手段中 唯一一款提供涡轮增压引擎的车款 它的入税每年只需要 30 块左右 非常的便宜 它才用的是 1.0 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是 100 PS 峰值扭率表现 152 Nm 匹配 CVT 的变速箱 其实这台车虽然讲它是涡轮增压的引擎 但是它开起来呢 它还是比较偏向 1.5 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 引擎的动力是比较柔顺的 另外呢它的油耗表现我觉得也是中规中矩 根据我自己个人的测试 它可以做到 13 到 14 公里 1 公升左右 如果说你是长途驾驶的话 这个油耗会更深啦 这台车基本上主打的就是它的涡轮增压引擎的外观设计 至于在内装的部分呢 它采用的是跟国外的 Micra 还有 Kicks 一样的设计 很多人讲这个设计不好看的 可是我自己觉得还蛮简缘还蛮好看的 用起来的感受也不错 Stairing 很好抓 然后这个座椅的舒适性不错 只是我个人觉得这个座椅的不够大张 做起来可能支撑性不大足够 舒适性是OK的只是支撑性不足够 另外还有一点要告诉各位的是 这两车配备的半数位化的仪表里面的功能选项很多 而且它还有支援 Apple CarPlay 的触屏足迹 为什么我只说 Apple CarPlay 因为它没有 Android Auto 根据之前官方的说法 他们认为使用 Apple 的人比较多 所以他们并没有这个 Android Auto 不过相信之后会加入的 目前呢如果你买到 Almera 的话呢 原厂会提供一个 Tomei Body Kit 的 Package 这个 Body Kit 的 Package 你可以向这个销售员询问 不过必须跟你讲老实话 加了这个 Body Kit 之后呢 这辆车真的是好看很多啦 第二款要讲到的就是 Honda City Honda City 是 2022 年马来西亚最好卖的 V-Segment Sedan 因为它有很多 Variant 很多的东西让你选择 它总共有 5 个版本可以选择 分别是 SEV V-Scent 跟 RX 其中 RX 混合动力的版本 不过 RX 价格也比较高啦 接近 11 万令吉 可是相信我这台车你开过之后你会很喜欢 如果你不想花那么多钱买 RX 版本的话 那么你可以去选择 V-Scent 其实 V-Scent 整体来讲跟 RX 相差不远 主要的差异在于它没有电子手刹车 另外它也没有 RX 的 Body Kit 跟 RIM 剩下的东西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它同样支援捷径完整的 Honda Sensing 主动安全配备 例如讲这个 ACC 自动紧急刹车 车道维持系统 远近光跟自动调节 前方撞击异警等等 它都有 只是它的 ACC 是没有 Stop & Go 功能的 另外呢 伴随话语表跟 8 吋 支援 Android Auto 跟 Apple 咖啡的主机它都有 另外 Honda City 还有一个特点 在目前的 V-Segments 当中呢 它的引擎数据是最高的 达到了 121 PS 重置能力表现 145 牛顿米 匹配的同样是 CBT 的变速箱 根据原厂的数据呢 这个采用 1.5 公升自然进气的版本呢 0-100 的加速分别是 10.2 秒跟 10.5 秒 我觉得这样的数据还不错啦 如果是 RX 版本的话 0-100 的加速更是只需要 9.9 秒而已 是蛮不错的 还有 City 的特点就是它的空间表现很大 这个也是我个人很喜欢 City 的地方 不管是前座跟后座呢 都可以让乘客坐得非常的舒服 所以说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小家庭 家庭成员不是很多 大概是 4 个人左右 你想一台空间宽裕的车子的话 那么这个 City 就是你的最佳选择了 不过 City 有一个缺点啦 就是它的 NVH 表现 在这个同级对手里面 它可能不是那么的出色 但是我可以跟你肯定的是 它对比上一代的 GM6 呢 其实进步非常的多了 至于这个隔音表现 你个人能不能够接受的话 那么就去试驾下 你就知道了 第三款车我要讲到的 就是最近刚刚推出大概款 订单已经超过 5000 的 Toyota Vios 这款车的外观设计 看起来很像迷你的 Camry 所以很多人讲帅 不过也满两极啦 也就有人讲不好看 所以好不好看就见仁见智了 这款车采用全新的平台打造 轴距跟 Almera 一样 达到了 2620mm 是目前 V-Segman 实战中最大的 可是它的空间表现实际上 并没有那么大啦 另外一点就是 虽然说它的引擎 还是采用了跟上一代一样的 1.5公升 Dual VVTi 自然进气引擎 但是它的变速箱变成了 全新的 715 变速箱 大家也知道其实它就是 DCVT 这个变速箱的加入 让它的加速表现更快 然后油耗也更低 但是呢 就是比上一代快啦 如果是跟其它的对手相比的话 其实并没有很明显的优势 还有一点就是这辆车的内装部分 有了非常多的功能 对我讲它的全新设计的独立触屏主机呢 支援无线的 Android Auto 和 Apple CarPlay 我可以跟你讲 这个是目前 UMW Toyota 车款里面 最美的触屏主机 同样的它也有半数位化的仪表 可以显示的资讯非常的多 另外你也可以控制 切换它的界面 然后呢它还有电子手刹车 不过仅限于顶级版本 而且它的方向盘 除了上下调整之后 还可以支援前后的调整 不过同样的这个前后调整的方向盘 但也是只有顶级版本才有 另外它还有氛围灯的设计 不过这个氛围灯的设计很多人吐槽啦 给我个人我觉得有好过没有 最起码它还是支援这个64色的颜色改变 OK啦 怎样都是它的同级对手没有的东西 在安全配备的部分 这款车也是维俄在马来西亚提供 比较完整安全配备的 B-Segment Sedan 它的配备基本上跟 Honda City 一样 拥有着一个主动式竞速巡航 眼镜光灯自动调节 等等等等等等 气囊数为6个 所以如果你很在意安全配备的话 City跟 Vios 是你的最佳选择 Vios有一个优点有跟一个缺点 我觉得是大家要注重的 第一点就是它的隔音 它的隔音表现基本上是 B-Segment里面最好的 甚至可以媲美C-Segment 但是它的缺点就是在它的后座 因为它采用的是一个流线fast spec的设计 所以导致了它后面的空间表现被压缩 尤其是头部空间压缩的非常的重要 如果说你的身高在170或以下的话 压迫感可能没有那么重 像我这样181的话 坐在后面压迫感就会非常的明显的 这个也是大家要考虑的地方啦 第四款车要讲的就是Mazda 2 大家是不是很surprise我还是会讲到Mazda 2 因为其实这款车你可能讲它的价格高 但是实际上呢 它在目前马来西亚 它一年大概还是可以卖出50台左右啦 这个数字其实也不低了 而且这台车确实有很多独特的地方 首先是 就算过了那么多年之后 这台车的内装设计还是非常的好看 我个人觉得非常的好看啦 而且它还有这个抬头显示器 就整台车坐下去你的战斗感十足 另外一点就是它的这个引擎动力 跟它的操控表现 引擎的部分它采用的是1.5公升的 Sky Active G 自然进行引擎配备钢内直喷技术 也是目前VSegments战中 唯一一款配备钢内直喷技术的车款 另外呢它也匹配了六速的自拍变速箱 同样的六速的自拍变速箱 也是VSegments战中唯一一个拥有的 它讲究了Mazda的金白一台人马一体 所以呢它这台车非常非常的好开 非常非常的容易上走 只要你开过你就会非常喜欢 而且Sky Active G跟这个六速的手自拍变速箱呢 它们的匹配也非常的完美 所以这台车开起来感觉 并不太像是1.5公升的自然进行引擎 开起来还蛮流畅的 这个动力配置是我最喜欢的地方 但是这台车有很多明显的缺陷啊 例如讲它没有任何的先进主动安全配备 只有两个气囊 要知道Almera都已经全车是标配AEB的 但是Mazda 2依然什么都没有 而且气囊只有两个 还有一点就是它的MVH跟空间表现的 是比较落后一点点的 可是我相信会买Mazda的朋友 根本都不会在于这个空间表现跟隔音表现 它们要的就是最纯粹的运动感受 当然了这款车也是目前B-Segment Sedan中最贵的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B-Segment Sedan的内容 4款车里面 你最喜欢哪一款车 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 当然我知道很多朋友会讲 你少讲咯了Proton Persona 不过基本上我们这一期的影片呢 还是会focus在这一个B-Segment的日系 Sedan 这个国产的 Sedan我们就不放进去了 因为这个价格部分差的有一点远 所以其实严格来讲 它们并不算是直接的竞争对手 好啦你对4款车型有什么看法的话 影片下面留言 然后记得订阅一下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拜拜